今天就是初三到初五 所有这些店里面的销售金额都会经给基金会 然后做一些赠灾的一些利用 可以做那个毛毯啊 可以做衣服 还有可以做其他的很多的产品 一来也是毛毯可以救灾 再来就是希望环保能够越来越 会众可以体会到说 环保志工的辛苦能够清静在源头 市云印一个月之后 趁着大年初五开市日子 低碳概念馆邀请了环保志工和实业家 一起剪彩庆贺开幕 馆内除了展出环保科技的产品之外 也结合社区发挥环保教育的力量 谢谢大家